今天我会为你们介绍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钓鱼地点 这里是Semernier的Fish Valley 虽然我的频道是有几个影片也是在这里拍的 但是今天我会在这个我在学习钓鱼时尝到了鱼池里钓鱼 回到这里是勾起了我很多的回忆 如果你们想要我分享更多的钓鱼地点 可以给这个影片一个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Fish Valley这个地方与其说是钓鱼场 它会比较像是适合一家大小的休闲活动场所 因为除了钓鱼 你们也可以在这里露营、野餐、喜悦野车和一些其他的活动 在那里钓鱼时我是看到了许多人 带着一家大小到这个地方一起钓鱼的 而且我也看到许多人都是初学者 那么这个池塘可以钓到什么鱼呢? OK我今天会用Rotty Up Boom的方法 可是因为今天要钓的鱼呢 它的体型会比较小 所以我的面包呢我也会剪的比较小条 像之前SKY加我们就是好像一片面包 可以剪成五条这样的 这次我会剪的比较细 鱼是蛮多的 把门剪的细细的 先倒一点点下去 我先弄一点点先 等下我再剪 因为今天会用耳鱼钓法 所以我就等下跑了出去过后 我再继续的弄生下的面包 那么今天会用的这个钩呢是非常小的 因为今天我要钓的是非洲鱼 还有一些体型比较小的鱼 所以呢我会用这个钩 这个它在它包装是写 它是5号钩 可是我觉得它的5号跟其他的5号有点不一样 那么会钩的分量呢我可能只是钩的2粒 对 对 哇真的小到 两粒都好像有点多 安紧它 对 这样子 那我这边是两只钩的 这个前倒线呢它是 7.5磅的Folo Carbon Leader 那上一次Sky是有教 线它是说最好用会布线 因为它主要目的是 让它可以浮在水面嘛 可是我这边就做了一点点的改良 因为Folo Carbon的它也是会浮的 所以我就用 这一个Folo Carbon 可是它磅才7.5磅 因为我会用这么幼是 为了不要让鱼察觉到 这个是鹅 虽然我钓非洲鱼的经验不是说很多 但是我在Batansi呢我是 有尝试过钓那边的非洲鱼的 然后那边的非洲鱼呢是非常的聪明的 它们就是会分辨出 哪一个是钩哪一个是15 为了不要让它们察觉到 所以我就用了这个非常幼的前倒线 那么鹅可能有点大隔 不过不管啦 我先丢下去试试看 然后一样 我会做Rotiabong的方法 那这一次我不会说弄的太大隔还是怎样 因为这里的鱼其实不会太大吧 所以我就弄下小粒就好了 那个压得太紧 好 现在就这样吧 嗯 不会说太远但是OK啦 就在这里啦 好了 现在就等它自己来吧 我就继续继续轮回生夏的 很快 看是什么鱼 我觉得应该是Lambam 哎 它没有什么力 哈哈真的是Lambam 好 好 Lambam的体型不小 就是 蛮大的 好 今天这边第一只鱼 叫Lambam 可能Lambam多吧 哈哈 不动静 你看 那堆鱼已经是上来了 等下我们再试试看Patialli 看可以钓到别的鱼没有 对 对 对 看 是 有点 很难 看 letter 继续 跟 有点 到 那 有点 是 为什么 这是 用 傀儋 第二只Lambam 真的很多Lambam啊 我这里 OK Fuck Fuck Nee 应该也是Lambam 三条了Lambam 所以我不是要吊Lambam的 今天 这个池塘我已经有相隔接近6年没回来这里了 以前我都是和我的一位朋友到这里钓鱼的 然后我们都是要钓这里的洪非洲 白兽公和其他的一些大鱼 虽然以前都是钓到小鱼 但是偶尔还是会钓到我们要的目标鱼 就看看相隔这么多年了 会不会有所改变吧 我现在是换了去第二个地方 刚刚我是在那边的 现在我换了来这里 刚刚的那个位置呢 就太过多Lambam了 所以我就换来别个位置看看 看可以不会钓到一些不一样的鱼 其实今天钓的鱼呢 比较像是休闲的方式来钓了 所以就不会有什么大鱼 那么我的确是有一些目标鱼是想钓的 那就是非洲或者是 我们这里叫的白兽公 那么这两种鱼都是一般上我们在餐馆 比较常见到的一个夹肴 那么至于钓不钓到这个又另外一回事了 因为 看我的饵是在那边给他们玩爽着的 都没有吃我的饵 我觉得这一群可能不是Lambam 可能是我想要的鱼类 可是就是还没上钓 就只能耐心的等一等吧 我们先收回来看看吧 所以饵是给他们吃完了 看来这里的鱼是很聪明的 当天我用的用具是 Fenwick的Lunkel Stick 16-15磅的Line Test M条性的吊杆 这次吊杆是有6尺6长的 搭上的仿车人是Daiwa的Caprice 2500号的 母线是20磅的 这两个用具都是我爸爸很久以前就把它给买下来的 可能你们看到我在用的这个型号 是已经找不到了 一直拉先 可是却 没有上钓 不知道我面包还有没有在 应该也是蓝棒 跟利恩销而已 对你们 就说 又是蓝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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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用的是Daiwa的 这是我自己穿的 对咯 忘记了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喷Mandatek 那么我现在会喷的是Predator 刚刚我面包的时候我是放Black Juice的 所以现在我就喷些Predator下去 看会不会吸引到别的鱼类 那么现在这个是沉底了 所以没有东西要看 就由它吧 在下面给它置身自密了 假如我的肝不会被拖下水 应该就OK了 Dedad我刚刚是穿 我觉得好像还不够硬 所以我再加多一些水下去 其实我不是很厉害 Dedad的吧 但是凡事的我第一次对嘛 你不尝试 你哪里会进步呢 那如果有哪一位大师 是有经常用Dedad钓钓鱼的 可以留下你们的留言 告诉我有什么地方需要进步的 那么我现在是靠感觉 我现在是觉得 碾到它好像可以成型这样子 就算是成功了 这个是我的standard啦 因为它有时候还是有点难成型 所以我就一直加水 加到它粘到 好像更加容易成型 应该就OK了吧 因为这个粉它有点像很粗燥这样 成型了你看 是可以成型了 好接下来我会做的呢 就是我会分两种 一种我打算放Predator 那么另一种呢 我就是会放Black Juice的 所以这个大罐的我会放Black Juice 来给它有一些香味 那么接下来呢 我用手掺它 不知道这个方法行不行的通 Fish Valley它其实有三个鱼塘啦 在那边那个是之前我做面包影片的鱼塘 那么这里呢是7块钱的鱼塘 然后之后后面那边是有一个钓Dorman的鱼塘的 所以它总共有三个鱼塘 那么当然价格收费全部肯定是不一样的 而在这里呢是7块钱一整天 可是钓到的鱼呢如果说你要拿回去的话 是需要撑的 又是它 又是它 我在那里待了5个小时后我就回家了 那么这里的鱼是不会难钓的 我在用Roti Anbon的时候可以说每泡一次都有鱼 只是都是蓝棒也钓不到我要的目标鱼 可是用The Duck时就要等很久才可以钓到一条鱼罢了 可能是我掺The Duck的技术不够好才钓不到的 虽然用The Duck时钓不到 但是我在弄The Duck的技术的确进步了不少 虽然钓不到我的目标鱼 但是待在这样的环境我的确是有放松到的 如果你要全程专注在钓鱼和钓大鱼的话 我会建议你到他们的另一个鱼池比较好 但是如果你想与你家人、孩子一起进行户外活动的话 可以到这一个鱼池 虽然我是推荐了这一个地方 但是现在疫情在我国还是处于危险的状态 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和注意自身和家人的安全 口罩一定要戴上 打了两支疫苗的14天后才能出门 和跟随每个地方的SOP 以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们想知道更多钓鱼地点的话 可以点击这一个播放列表 想知道一些钓鱼的技术和技巧 可以点击这一个播放列表 好了,我们下次再见 给大家喝一杯 有木炉的风格